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4月18号 中国大陆官方通报 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例数继续增加 最新的数据为83人感染 死亡17人 官方在首创新名词回顾性病例掩盖瞒报之后 再勉强承认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专家分析 因为气候原因 H7N9疫情正处于危险期 如果扩散的话 其惨烈程度可能会超过2003年的SARS疫情 化名赵大海的大陆疫苗专家对本台表示 从科学角度来讲 H7N9病毒不仅完全不应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 而且应该全力防止人传人的发生 赵大海说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 H7N9的死亡率已经高过SARS 而SARS的死亡率是11%不到 同时H7N9的致病率还有致残率也比较高 而且病毒是处于变异阶段 很可能变异的传染力会增强 目前最为担心的就是突发性的爆发 很危险的 最近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黑幕持续引发民众的关注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的事实 也被一点一点的揭露出来 据海外民会网的报道 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有一间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室 这间被叫做东港黑屋的酷刑室 在马三家劳教所大楼四层东港的第四间 被布置的像密室一样 窗户上是用报纸还有纸壳糊柱再挂上窗帘 进到屋子里就像夜间一样 这个不到30平米的黑屋里 放着衬床各种布袋和手铐 高音喇叭满墙满地都贴满了污蔑法轮功的漫画 墙上还镶嵌着就像28英寸的电视 上面有转化两个大字 通电的时候五颜六色的 混合着刺眼的光快节奏的闪动 还配有各种高音喇叭咒骂法轮功 时辰行时 再将高音喇叭的耳机强塞到法轮功学员的耳朵里 声援张安妮重返校园的数十名网友 被合肥警方抓捕后 目前已经陆续有了消息 那么大部分的网友被押回居住地 但是姚长周维林和孙林三人被行政拘留 而柴宝文和尹春两人依然是下落不明 据安妮复学案件的代理人天理透露 此次对声援张安妮重返校园活动的清场行动 涉及国家安全部 并由安徽省省委书记直接下令 参与营救被抓网友的维权律师刘晓元表示 被遣返回居住地的网友 可能会面临着中共当局的求后算账 好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经文